linkedin 今天來到下集了 是不是很期待 上一集猜站三峰 就太極嘛 金虹一瞥就金虹 接下來四檔股票 列人未滿一身大隻 七十二十道地球 難度會不會越來越高呢 七宿家庭 難度越來越高取決於你的股市智慧 好不好 所以我們先來請教三位來賓 來介紹一下 首先第一位 江國中分析師江江大家好 江山豐你好 太難了太難了 然後練人未滿一燈大師 真的很難猜 真的真的猜不到 這個難題 到底是誰想的呢 就是我們一燈大師 陳維泰分析師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 一揚子 你看他手指頭多靈活 到底跟一揚子有什麼關係呢 還是沒有關係 第三位來 再來我們第三位 關宏文老師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的很好菜真的是有價有量 而且又是產業的標準 好 等一下問他一下 聽過的 問他這些股票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先來揭曉這個 練人未滿跟一燈大師 我們要請本人 來親自介紹 來告訴你囉 一燈大師來告訴你 一燈大師什麼 練人未滿是什麼 好 來來來 我們先來 按照順序是應該先講練人未滿 是不是 好 老師您好 來 猜得名當然是要越好玩越好 所以我今天給大家的第一個名字叫做 戀人未滿 是 好 講到戀人未滿 大概大家都會想到下一句叫 有答以上 可是這個答案不是有答 不是有答 OK 好 那麼簡單 也不是群狀喔 也不是群 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他的NB是重要零組件 沒有他不行 是 這非常非常重要 沒有他NB就不能夠 沒有辦法使用 OK 然後他們這個產業是屬於景氣循環股 對 他跟著這個產業的一個供需 他會有景氣的谷底 也有景氣的一個高峰 那目前正是從這個谷底 往上做翻養的時候 緩步向上 好 那麼他這家公司呢 他的元月份營收很厲害 創下歷年來同期的一個新高 哇一月份不淡季喔 對 而且呢 營收創同期新高之外 還有就是什麼 他的投信 已經連續買超10天 哇跟最近的台股 對台股一樣喔 投信連續買超台股大概10天喔 只是剛剛提到 這投信是這個大哥 昨天提到的 大哥挑中的股票 基本上應該不會太差才 大哥是對的 大哥是對的 對 結果 你猜到了嗎 你猜到了嗎 來 猜到了嗎 不要做效果 我猜你是猜不到 真的啊 真的猜不到 抓破頭都猜不到 抓破頭好可愛 還沒有破啊 喔 老師你真的沒猜到 有答以上 喔 有沒有猜到 有答的上面 30幾塊都沒有啊 是D-RAM產業嗎 是D-RAM產業嗎 感覺上是 可是有答以上太難了 老師我問你件事喔 從數字裡面猜 數字 有答以上 有答以上 古號 從古號 這麼明顯了 2409的上面 2408 欸 欸 姜姜好的辣 沒有姜姜 主持人引導的好 對 對 不錯不錯啦 老師猜對了 208 208是什麼股票 原來是這樣子的 藍雅科 藍雅科等等 對好 好 那麼在今年第一季 其實這個DDR5啊 就已經正式的一個亮相跟登場 那麼在CS大城當中 就已經看到非常多 用DDR5的一個產品在那邊做推出 而且新的NBA基本上都是用WDDR5 那我們看到第二季合約架已經出現了止跌回升 那主要的需求當然來自於包括像元宇宙 來車用或者是一些新版的CPU出來之後 他們都是用DDR5去做一個搭配 那麼今年呢其實呢整個這個DDR5的工具啊 有可能會出現微幅的短缺 一旦有這種季節性需求 我有季節性的需求 如果說季節性的需求突然拉起來的話 確實有可能會出現季節性短缺 可能季節性某一段時間的短缺是有可能的 對 因為現在DDR5的一個產能並沒有很多 過去這三五年來也沒有什麼這個記憶體 去做一個明顯的擴散動作 所以今年看到他在南亞科已經投入了280億元的資本支出 較去年同期大增1.3倍 那這個概念基本上跟這個半導體的紀元代工很像 只要你有去投入這個資本支出 基本上你願意投入資本支出 你的後面的一個勝算就會大大增加 那目前可以觀察到呢 他整個這個股價的表現 這波雖然大凡做拉回 可是基本上他的股價是沿著這個五日均線往上做走高 目前看起來是站在月均線跟季線之上 那剛剛有提到說在投信的一個部分 投信基本上從這個今年初開始 就開始緩步站在一個買方 緩步站買方 而且每天幾乎都是買一點 就買一點點 偷偷買 對 謝謝你告訴我們這個 我還不知道偷偷買買那麼多 對 所以像是南亞科這樣子的一個標的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中場性投資的一個朋友 可以特別去做留意 好那低潤族群有沒有比較 或者類低潤族群 或Netflix 對 對 那什麼比較適合的 好 或者就喜歡友達 就是就喜歡烈人味 就喜歡南亞科而已 基本上因為在目前的整個 記憶體的一個產業當中 就是美光現在帶頭 對 然後這個三星和海力士 其實基本上在資本上沒有 跟著往這個美光一樣去做一個推進 所以以美光為圓頭下就是南亞科 那如果說利基型那就是看華房店 那華房店基本上他的一個毛利率也不差 那麼他的整個股價表現其實也是相對的持穩 好 老師你今天其實我覺得你著裝蠻漂亮的 你不像我 我不太適合穿股裝 你還蠻適合穿股裝 你這是年輕時候的那個一登大師 一登大師 不要又破哏下一個一登大師 穿穿 所以你覺得整個低潤族群 你就是差不多 最看好的是南亞科 好不好 好 還沒有其他推薦股票差不多了 就這樣 好 那接下來是你的一登大師 一登大師 一登大師 一陽子 跟別人不一樣 我一陽子會怎樣 會生長 反義必備的 會生長 我一樣只會生長 沒關係啦 剛好做股票了 應該18歲以上 利基金市場 然後利50% 一登大師 問一下 頭很痛 抓破頭皮 你頭皮抓破了沒 這個就比較簡單 這比較簡單 好 你說 對 一登大師就是段智欣 段玉 以前是皇帝 後來出家 東邪西徒 然後咧 南帝北蓋 中神宮 那一登大師就是南帝 對 就知道一登大師是誰 一陽子 所以是 南帝 東雪西徒 南帝北蓋 中神通 中神通 好 來我們看一下 藍地 藍地他這主要是在做橡膠手套的 乳膠手套 那這屬於立基型市場 大家都不都覺得這個 做手套這沒有什麼技術性 是啊 老師我可以插個話 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身為主持人 我怕的是你是不是硬塞題目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你為了一登大師 因為翻譯已經現在不流行了 你聽我講下去 好我聽你下去 好 大家都會覺得說他做手套 這沒有什麼這個技術難度 因為我學江堅老師講的底底高 沒有這底底低啦 等一下我們把那個時間 稍微拉長 其實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要說他 好拉長一點點 好 我特別去看一下他的毛利率 基本上在過去這三季 都是超過50% 這個比一般的電子產業要好很多 好 藍地可以拉長嗎 好我們拉長一點 拉長 拉長線型不能看嗎 不會啊你看他去年 應該說2021年的EPS 賺超過一個股本 大概在13塊錢到14塊錢 假設你今天呢 我們就用EPS14塊去算的話 他配息配50%就好 他配7塊錢 你想想看 現在的價格在79.4% 今天收盤價 如果說他再往下做跌 那你覺得他的殖利率有多少 有可能超過8% 超過9% OK 那如果說你再 我們再去看一下這個 法人的籌碼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到 其實現在其實投信的部分 針對這個藍地 也在這邊在低檔 去做一個佈局跟買超動作 他只要回到80塊錢以下 基本上投信就算一直買 一直買 越跌還會越買 所以我認為說現在 他的股價的拉回 主要是因為 之前的一個需求 沒有這麼一個暢旺 但是他的獲利是真實存在的 所以如果說 如果說接下來 發生什麼突如其外的意外事件 造成股價的一個這個散崩 那我認為其實站在 殖利率 這可能有8% 9% 10%以上的一個情況之下 可以特別去做考慮 好這南地 這跟大家講 老師所以這個繁益概念股 你就推薦藍地嗎 因為現在他的股價算是比較低 而且他的殖利率可能會比較高 好 所以大家覺得藍地都不錯嗎 老師你也尷尬了 還可以 我看了一下 好不好我把它說到最小 因為我這個對技術面是有研究過 他這個叫做 口訣叫做橫盤一字底 橫盤一字底 那再拉短一點 從10月到現在好了 就是橫盤一字底的這種形態 有一點就這樣的訊號 那通常橫盤一字底 那以我對技術面的這個掌握度來看的話 我會等買突破點 橫盤一字底突破 突破等於什麼 過去的這個兩三個月呢 是一個橫盤的狹小的相形的長時間的整理 已經快半年了 四個月了 我會買那個突破點 好 這四五個月的一個突破點 95.5再買就好 謝謝老師 所以一斤大師就是這樣而已 那反應概念股沒有嗎 有沒有推薦 反應概念股喔 其實最近我反倒不認為是要看反應概念股耶 現在應該要看觀光股 看一下2731的那個熊獅 哇嚇死人了 雖然說今年是虎年 可是這個獅子也跑得蠻快的 真的 你看 有點冷是不是 鼠牛虎兔龍蛇馬牙猴姬狗豬 沒有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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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想了一下 對看龍81塊 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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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94塊 還有一檔是1930年的燦星王 燦星王今天剛才突破新高喔 看一下 這也是個形態上 似乎 疫情前時代 疫情前時代 對我們講這個2022年的 燦星王的喔 多少 下半年啊 代碼多少 4930 4930喔 喔 今天漲5%欸 對對對 這個是 市場的領先資金 似乎有聞到下半年 這個領業 負輸的味道 應該是說已經 你看一下 整個疫調啊 都要改變了嘛 對 商務客先來嘛 到時候商務客來了 變成觀光客嘛 是不是台灣比較保守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在選舉之前 應該觀客都會來啦 好不好 街大歡喜啦 這沒什麼不好 所以後期你再 大家可以準備出國囉 江江可以去泰國囉 先去日本 先去日本 要先去 shopping 對不對 跟你去年講的不太一樣欸 準備好囉 去年你說先去泰國 行情會變 人心也是會變 再撐下去 你會想說我要先去 那個馬來西亞 或去哪邊 再撐下去他就要環遊世界 環遊世界了 所以不行趕快讓 江江要出去一下 好不好 來跟大家講 所以南地 就是一登大師啦 烈能未滿 那就是古號來講的話 2409是友達 對 煉人未滿嘛 友達就煉人嘛 對 煉人未滿 講煉人未滿想像友達 所以2409下一個 前一個啦 2408 藍雅科 第一個行業了 欸這個 大家有沒有猜到 袁教杰猜燈明啦 那最後我們要猜什麼 還有兩檔股票 72小時 繞地球 還有技術 家庭 是誰 到底是什麼 請小光來賺大錢 來告訴我們這 兩檔股票 登登登登 72小時繞地球 其實72小時繞地球 我覺得在自念意義上 我是聽過24小時環遊世界 對對對 但是24小時跟72小時的 感覺都是這個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72小時繞地球 是前陣子喔 蠻有名的一個大新聞當中的 被利空狙擊的 這個 被利空狙擊 你這檔股太簡單 你這樣講 這樣一下就猜出來了 對啊 一登大師你猜出來嗎 一登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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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路上查手機 不能作弊啊 他在google 他在偷偷go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個 第一張畫面 72小時繞地球 你覺得什麼股票 沒關係 72小時繞地球 我們不要在這演喔 還是長龍航或滑航吧 上櫃當中的 沒在演的啦 要繞地球 當然是要出飛機啊 是 像長龍航滑航 嗯 那我一定要跟著他講啦 因為我們是同宗 我們都是客家的同宗 在演字 我都是長龍航囉 好 那好啊 看起來今天這樣猜出來 一登大師我感覺你不知道 你真的假的我猜不出來 要從72小時 要講真的話 72小時是幾日 72小時啊 真的知道啦 是三天啊 三天啊 那72小時說地球有什麼股票 三天 不行不行你要講真的 三天的股票 三天的股票 三日 老師你要講 老實說你到底猜不猜得出來 三峰 三峰已經猜過了 三...三...三星 三星 真的是股票啊 不錯耶 最好我們推薦你還這麼少股票 繞地球 跟三星有關 這不能在演的啦 地球有喔 一三二四地球 對不對 一三二四地球 不是我會一登大師最高招 就是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真知道還是假知道 反正那一副就是我好像知道 然後不想猜的感覺 那股神厚 我也... 那股神厚 對 張三峰你告訴他答案啦 你叫一下你... 張三峰今天很想打那個一登大師 是啊 他覺得可以用內力輸過去 張三峰你告訴他 教訓你一登大師一下 呃...其實我也... 我也才不太出來 騙啦 怎麼可能 提示提示 如果那個在賞 最聰明的女性 他剛剛有講到三日 所以我講說可能跟金有關 對 金 但是我想不到跟72小時 環遊地球和我關聯 金紅 金紅上一集就是 怎麼變的啦 紅一題 我告訴你們答案好了啦 好不好 七十二老師繞地球嘛 七十二老師什麼金 什麼地球 繞地球 我畫面給他們好了 環球金啦 老師 喔 原來是環球金 三天 還在查 對我還在偷看run down 對在偷看小超對不對 環球金有些 OK嗎 這個可以猜得出來嗎 還可以嗎 是 你看他上櫃 環球金上櫃全值 6.4% 這個是非常大新聞 我都不知道他們是 真眼真的假的 對我的頭很暈 沒有畢竟是武林高手 對武林高手 高深莫測 對可是我覺得其實 跟所有投資朋友來提及 這個矽晶圓這個產業 在今天的時候 也就是昨天 就是這個烏厄的狀況 大利空的情況的時候 你說會不會有很大的衝擊跟影響 或是利多利空 其實反而會有利多的 不是這個面對烏厄不是細菌原 反而是這個電子氣體 為什麼 因為克跟山 它最主要的產量是來自於哪裡 再來自於烏克蘭 所以呢 其實反而這邊 跟這個光石膜 在俄羅斯的部分的這個 巴的金屬也是有相關 那矽晶圓為什麼會在中長期的時候 是最主要的原因 會有最主要的利多 是因為它是半導體廠業當中最上游 那它也是半導體應用佔比當中最高的 所以反而 你說 無論你是在這個烏爾戰爭的風 風暴過去了之後呢 還是回歸到基本面 矽晶圓的37% 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其實現在來講的話 矽晶圓年度出貨的面積跟營收的規模 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這邊放大 在2021年以前的時候呢 其實 慢慢的都是逐步的增加在於 營收規模跟出貨面積當中 所以也不難發現一件事情 矽晶圓在未來的時候 也是一個主流趨勢 也是在於說它的矽晶圓 當中的第一個龍頭跟第二個龍頭 都是來自於日本廠商 可是第三名全球第三是誰 就是環球晶 所以呢 矽晶圓也是很大的受惠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下面 在產業當中 其實 基本上今年也都是受惠到5G 伺服器成長跟半導體廠了 擴增積極擴增 所以矽晶圓的缺貨跟漲交效應 會延續到2024年 有人說到2026咧 對啊 所以呢 現在等於說在半導體產業協會當中 你說這個 無論你是在這個盛高啊 或是在日本當中的這個 矽晶圓的一哥跟二哥 當中他們有提出來研究報告 就說 矽晶圓會這個 欸 缺貨到2026年 對 所以在這一個部分來講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下一張 好 下一張其實真的要看到的事情是 這邊 為什麼這裡 會一個跳空大跌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 本來1300億的期待 落空了 併購了 對 也就是說 四創收購的資金 要轉為資本支出 那是2024年 要收購四川的資金啊 對 本來是一切300億 對 那等於說它現在放成Plan B嘛 就是要達到1000億 那那個時候其實為什麼 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 你的Plan B好像 市場好像不太買單 嗯 是因為喔 其實四創的收購 大部分最主要的主力是來自於 德國的金援保護主義 你包含像是這次烏俄戰爭啊 他也是德國當中從真做梗啊 開始就會讓烏俄之間 開始會有一些這種 紛爭會產生 所以德國開始慢慢的在於自己的金援呢 保護主義 你說四川收購失敗啦 對 失敗是因為德國的保護主義 對 你繼續想 所以呢到2024年的時候啊 現在等於說環球經驗的董事長說 要達到1000億元 把原本的1300億 轉成1000億元的資本支出 可是我們只要假設一種情況 就是如果在那一天 現在環球經 他本身並沒有1300億的收購案 他直接告訴大家說 我要做出1000億的資本支出的時候 股價會不會對他而言是一個利多 當然會是一個利多啊 股價就有可能會反應 可是是因為期待落空 期待落空 還有一部分覺得啊 你四川你本身也有資本支出嗎 你自己 你本身也有產能 你在2014年 你環球經你也多了一批產能 那可能你會不會功過於求 產能會不會就是太多了 是也有人在考慮這一點 那就現行而言 您覺得怎麼看 基本上的話來看喔 我們覺得其實可以在投信當中可以看到 反而跌到下面的時候 底部最低點到691的時候 投信開始進場進駐買超 開始在這個部分來講的時候 會有一個進場佈局的狀態 那第二個部分來自於說 其實市場的供需在未來 還是比較是屬於平衡健康 也就是說 我們去看待產業面當中的時候啊 雖然來講 現在都會是底部的創代可以確定 可是未來基本面相對來講是好的 並且 它也是大型的全職股的前提底下的時候 我覺得投資朋友都可以在這個地方去進場做一個佈局 好是環球經好不好 那我們下一檔股票是什麼 那環球經那個什麼台聖科什麼的有沒有看好合金還是環球經就不錯了 我覺得對於台聖科來講的時候 會有一個比較相應出現 但是現在環球經等於說 它整體來講 就有點像是貨櫃三雄的感覺 反而環球經現在是屬於不好的狀態 它可能會像之前的萬海一樣 會有那種落後故障的關係 對 所以當台聖科相對好環球經相對不好的時候 我覺得反而去關注到說 這個在低基期或是低本益比當中的這些個股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反正應該這樣講 那個到時候會有一個比較效應 好不好 所以台聖科跟環球經會有一個比較效應 好不好 而且到時候有可能台聖科在持續拉抬的話 也會持續拉抬到環球經的一個股價 好不好 最後一個來技術家庭 技術家庭這太簡單了吧 對 這太簡單 這猜不到 那技術家庭就是homestay 所以家一定要有個home 現在都上網找房子 所以一定是網路找家 網家8040 網家 沒關係你們再這樣子 網家 網家 跟宅經濟有關的 還是宅配偶 對啊 網家 對啊 網家 網家跟加密貨幣有關係嗎 都是網路的 對啊 都是網路啊 好像看起來有沒有一家大事 人家想一個亂 人家想一個啃的 你在想一個啃嗎 被偷走了 被偷走了 對啊 講不才會掰 那你這樣就是答案嘛 那你要證明你是有認利的 不然你全部都猜錯耶 哈哈 也不簡單耶 對 全猜錯也不簡單耶 對啊 對啊 全部猜錯很厲害耶 代表你全部會答案啦 對啊 那這個呢 技術家庭 我真的不知道耶 你真的不知道 你是假的不知道 技術家庭 還是有哪一個 可以有幾多提示嗎 從頭到頭就在技術 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你剛才是演的現在承認是 是不知道 跟你金鴻一拼很類似啊 對啊 對啊 題目就在答案上面 對 猜的方式也是一模一樣 那是江老師的 真的喔 有點難 技術家庭 還是我們看一下他的那個提示 有加的 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 是不是 加密貨幣就是那個 漢訊嘛 載版的嘛 這樣感覺是他的答案啊 蔡先生你教他一下 你教他一下 我不想回答 我還是很想打他 他演得不錯啊 還是想要打架 是把那個技術家庭 第二個字跟第四個字念一下 第二跟第四字 對 肅庭 那第一跟第三個字 紀佳 哎 哎唷 就這樣子喔 噔噔噔噔 哇人生大解鎖了真的 這個跟金鴻是類似的啊 我這不知道 老師 眼睛的眼睛講的頭好痛 你看這個笑得很開心 老師 你看最佳演員講應該是找你啦 好可惜 奧斯卡幫忙 立登大師 明年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哪一天轉 爆明年 爆明年齁 明年金馬獎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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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技嘉這檔股票啊 我在年前的時候 在福利社跟所有投資朋友分享過 那個時候 哇加密貨幣是成為韓國的議題 對 在3月9號舉行的總統大選 他們現在執政黨的這個總統 是文在寅的接班人叫李在明 他們開始有一個競選的議題叫做 我可以接受政治獻金是用加密貨幣 或是我發行我的NFT來收取政治獻金 所以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是因為他要去影響千禧跟Z世代的選民 那Z世代是什麼 就是1995年之後出生的選民 在台灣大約佔16% 那在台灣有一份民調是這樣講喔 16%的台灣年輕人喔 是可以接受 用加密貨幣來支付薪水的一半喔 這很誇張的一部分 你說實話喔 我本來不覺得是泡沫 我看到這個有我覺得 哇泡沫真大 泡沫真大 有時候覺得這可以 加密貨幣可以支付 然後51可以接受 接受加密貨幣支付薪水 最好是你可以接受啦 對啊 那個不是 以前是星巴威幣是不是 通膨膨戰嚴重 這種隨便造成物價通膨 或者隨便波動的那種 你可以接受 對啦 沒有接受過苦難或者空頭市場 我覺得很誇張 沒有我覺得啦 泡沫也不知道什麼說戳破啦 您繼續說 是說在加密貨幣這一部分來講的時候 每個人的觀點跟看法不太一樣啦 但是也有另外一層的說法 是說加密貨幣 畢竟它還是有區塊鏈技術在裡面 你說Web 3.0 在台灣當中的新創公司 也都是在做的 那所以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反而呢 你會看到之前的在 年前的時候 比特幣的價格 大約差不多3萬6千美元 然後強談又回到差不多4萬6美元 那今天 或是昨天的時候 大約差不多是4萬2美元左右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當比特幣落底的時候 底部出現了 比如說薩爾瓦多總統去抄底 反而呢 反而看起來是一個名字的選擇 所以其實反而 比特幣這一部分來講的時候 對於技嘉的影響 是一部分它當中其中一個題材 可是它其中技嘉還有另外兩個題材 就是包含了元宇宙 電競的板卡 跟顯卡還有筆電 還有它的伺服器 對 所以因為元宇宙高速運算 跟大數據的分析需求上升 然後資料中心要建置需求增加 所以伺服器產業 因此蓬勃發展 那我們看另外一邊的這個圖卡 所以也代表說你看喔 2019到2025的伺服器的出貨量的預估喔 不論你是YOY這種年增率來講的時候 都是到7.6% 6.9% 也就是說從今年開始的時候 遮住了喔 遮住了喔 YOY增率喔 大約都是 年增率都一直增加 對 從2019是負的之外呢 其實從2020年開始 你是伺服器是不是 對伺服器的部分 伺服器比重還是非常多 對伺服器的比重 所以它不是只有虛擬的好不好 對 不是只有你做而已 或比特幣 伺服器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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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公司或個人這方面 那我覺得其實在現行上面來看的時候 基本上我覺得 非常非常重要是 投信竟然連12買 投信連12天買 那我們都說季線是生命線嘛 是 你會發現 基家這檔股票很特別喔 它很愛假跌破 是 碰到季線然後稍微突出來一點 然後又回去了 又回去了 所以反而呢 跌破季線 可能是一個買點耶 在最近的情況 你說投信連12買的情況 其實是這個樣子 那第二個部分來講的時候 它的 目前來講 在於 主機板的營收跟顯卡來講的時候 40% 但是伺服器只有20% 看起來比較少對不對 但是 技家現在有一個政策 它要開始做企業的轉型 它要把它伺服器的比例拉高 所以呢 在伺服器的部分 它的受惠的營收會比較大一點 而顯卡它會慢慢相對來講比較降低 所以呢 今年的一月營收 較上一月大幅增加84.6% 來創了歷史的單月新高 但營收 有好表現 基本面表現好 但是反而股價 現在到了 季線還有跌破的感覺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從歷史的經驗來去說回推 可以被看作可能是一個假跌破的情況 假跌破 雖然稍微要跌破季線 可是這邊是假跌破 這邊要拉 要買進 整個殖利率我算一下 有8-9% 我殖利率很高 台股灣股市一堆殖利率很高的股票 我也不知道跌什麼東西 所以就殖利而言 我還蠻看好的 六團股票我最看好的是這個 那一天大師有沒有對技嘉要想什麼 第一家 有沒有什麼看法 另外一個家嗎 有啊 加登啊 加登 夠了夠了 不要再假裝了 不用猜了夠了 不猜了 爛哏 對於技嘉的現行來看 對其實技嘉跟維新基本上 它在整個殖利率的部分表現非常好 對 去年前三季就超過前年的一個 全年的一個獲利 那佩奇狀況大概都有7%以上 所以我覺得這邊把人去做買進 也考慮他未來的一個整個伺服器 產業的一個發展 好 這是技嘉是不是 所以你還覺得不錯 蠻看好的 那六檔股票 不知道你猜出來了沒 我們來請大家六檔股票 上下集做個總結啦 你最喜歡哪一檔股票 可以選自己的也會選別的 技嘉 好那我也選技嘉好了 那張三豐你要選三豐嗎 還是點火 三豐點火 金鴻一撇 其實都還蠻不錯 那我今天是張三豐 只能選張三豐嗎 是好 太極嘛 來 一堂大師呢 你要選一堆大師嗎 南亞科 南亞科 好好 終於不打鼓掌了 練了我也滿是 好 OK 既家庭兩票 好不好 這跟大 原家學股票猜真名 你有沒有猜到了 蠻好玩的 有沒有猜到 我們挖掘了一個金馬獎 最佳新人獎 好不好 太厲害了 演技超群 演技超群 都不知道他是假猜對 還是真猜對 好不好 好 好 張三豐都不要這樣說下去了 是 這六檔股票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猜對 猜對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有沒有覺得好玩呢 好不好 演技超群要猜單名 那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8點上線 135解盤 244教學 好 所以我們最後一次 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我們最後一次韓倫阿康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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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報告葡萄獎 音到兩人 食到兩人 好 音到味道 沒有味道啊 欸 你看這什麼東西 走裝可以退伍 走裝可以退伍 走裝 好 再來 太好了 欸 再來 這次肉無空再來一次 突然 又 又 每一個來勢 都這麼帥 他們平安 不是 不是我跟講他不是八爪 他不是八爪 肉依說 欸 賺哥 我們八爪不斷 那 謝謝 謝謝 你 你 你假的啊 哈哈 哈哈 你那個什麼時候 這個票一下 謝謝窗林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的財富 BRAVE!BRAVE!BRAVE!